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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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肉的做法很多 那我個人很喜歡吃雞肉的一個吃法就是我希望它的皮是脆皮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是脆皮蔥油雞 那做法其實很簡單 鍋子先燒熱的時候 首先雞肉還是建議大家要入鍋之前 先把這個上面的水分給擦乾 那藉由擦這個外面的這個水分之後 比較不會油爆的同時 它的雞在外面的一些比較不舒服的味道也是比較容易拿掉 火在最大的狀態下的時候把雞肉放進去 皮朝下先放進來 一定要有聲音喔 那你不用擔心因為裡面沒有水分所以它不會油爆 然後在這個時候已經放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一開始把火關小 讓雞皮煎出雞油之後用雞皮出來的油死去慢慢把雞皮炸脆 好那這邊我們就可以開始備料了 那既然是蔥油雞那蔥很重要 大概是五根到六根左右啦 因為我會覺得蔥的味道 勢必要讓它很明顯的在這道菜裡面呈現 好這邊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海藻 雞皮的油都還沒有釋放出來 繼續我們來切蒜頭 不希望蔥味的情況下你可以切大概一顆的蒜頭其實就夠了 你可以看到剛剛我們沒有放油的情況之下 現在在邊煎的過程當中 雞皮已經釋放出它的油脂出來了 第一次的翻面 這時候再把鹽放進來 現在的皮還沒有到很脆 但已經是開始有脆口度 用蓋子把它蓋起來 它的速度會增加的比較快一點 好打開之後 因為它既然我們是要做脆皮蔥油雞 你勢必還要讓皮淡脆一點 那你可以試著用什麼 用一根筷子把最後的部分你把它插上去 拿出來的時候你可以看到紅紅的水分跟血水 代表它還沒有完全熟透 剛剛的正面還沒有撒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正面撒鹽再把它散過來 好現在明顯看到上面的皮是脆的了 好你可以現在把雞肉取出來 把火可以關小 把蔥放進來 跟蒜放進來 用小火去炒它 然後倒一點水進來 這些都是雞汁 記住在切這個脆皮的這個雞肉 你可以反過來切 比較不會把皮給切壞掉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調味 來一點點鹽 白胡椒 一點香油 芝麻 一點點糖 好就可以把它淋上來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脆皮蔥油雞 來你可以試試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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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